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指以前 我们的病人可能没有好的癌症的控制的药物 所以病人听到打化疗 第一件事情就是害怕跟拒绝 在这十几二十年 肺癌的治疗已经有蛮多的进步 我们的病人选择不再只是化疗 可以透过我们针对一些癌症的肿瘤细胞的基因 譬如的异常 或者是一些免疫上面的不正常 免疫细胞的表现量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标靶的一个目标 那设计的一个药物能够去攻击这个标靶 就是我们所谓的精准化的治疗 特别是肺腺癌 如果有基因突变 我们有非常多的选择 那常见的突变点 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俗称EGFR的这一个 这个也是目前我们肺腺癌中病人 发现最多的 尽管肺癌治疗药物蓬勃发展 但抗药性造成的疾病复发或转移突变 仍然影响治疗的难度 目前世界上的报道来说 在你使用一二代的标靶药物之后 40%到70%的几率 可能会产生T790链 所以变成说你要帮病人去找到 这个T790链的基因突变 让它能够接续到所谓的第三代的药物的治疗上去 所以基因检测是非常重要 那基因检测要找得到这个基因 首先要拿到好的组织跟切片 那当然切切片的这个部分会有切片的风险 毕竟它是一个侵入性 目前现在大概也有一些新的方法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侵入性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液态切片 从血液中是取得一些 肿油的细胞来做分析 那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去动刀 然后风险相对比较低 取得足够的基因资讯跟分子生物的检查 对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第二代的标靶药物再加上 二线的第三代的药物 大型的临床试验得到63.5%的平均存活期 那这个对以前来讲我们根本不敢想象 因为以前我们的肺癌的病人的五年存活率 大概是个位数 那现在目前使用标白药物之后 我们五年的存活率 其实已经跨过个位数 已经到十几个percent 甚至有一些医院的结果 甚至能够到二十几个percent都有 事实上并非所有患者治疗都会遇上抗药性问题 每个患者的病情状况不同 医师需要从患者年龄、体力 及是否有自我照顾能力等方面去考量治疗方式 在这之中患者的抗病心态及其家人的支持都相当重要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人大概就是 那个住在北港的阿嬷 那这个病人呢 吃了第二代的标靶药物 那有没有副作用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这些对他来讲 他都处之泰兰 就是我说他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那这个病人就这样子 过了五年 那这个五年 已经让他的家属觉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 他从来没有出国过 那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状况很稳定的时候 那阿嬷很开心地跟他女儿 去搭了飞机去日本 所以这些病人其实只要好好的控制 他的副作用 然后知道怎么让身体去跟这药物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的病人其实吃超过两年的大有人在 随着癌症诊断工具及药物治疗的快速发展 治疗成效已有大幅改善 尤其标靶药物使用上 只要肿瘤控制得当 患者仅需每个月回诊追踪 领药即可 对此 李世宏医师表示 让肺癌走向慢性病化并不是梦想 而是 现在 进行事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道